《消失的他》票房真能到30亿 大家好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这个从《消失的他》上映之前 我就一直在关注这部电影 我知道这部电影票房一定会不错 但是最开始我个人预测的话 七八亿大概这样了 就是跟这个大鹏的之前那个《保女平安》 差不多类似的这么一个票房 但是我看了之后出来 我觉得估计能上10亿 这种悬疑的题材 它会吸引很多人口口相传 让更多的人走进影院 然后过了几天 我发现可能10亿打不住了 因为他在三天的假期过后 票房走势依旧不减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一般从电影票房上来说 这个电影在周末在假期都是比较高的 到了工作日就会快速的下跌 这个片子起片是周四周五周六 三天的端午假期 三天的假期票房不错 好几亿票房 但是按说在工作日之后 他就应该出现明显的下跌 结果这部片子在工作日还没有下跌 居然还出现了反弹 还越来越高 到今天 这部片子的单日票房 应该已经在1.9亿 就接近2亿人民币的样子 那这就是现象级票房的情况 大家的观影热情 就已经完全被激发起来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假期来了 每年最好的党期就这么几个 春节党 国庆党 五一党 然后中间最长的一个党期就是暑期党 暑期党 现在是高考也结束了 中考也结束了 撒鸭子放羊的孩子们 三五成群的走进了电影院 现在电影院里头最值得一看的 不是变形金刚 不是闪电侠 而是这一部消失的他 所以你看他现在的票房走势 就是在猫眼的预测上 已经能到33亿了 我之前说能上30亿 很多人还说不可能 也就是个10亿级别 我当时看前几天的走势 我就觉得10亿打不住了 它是有几何级数的这种增长的 一旦口碑发酵起来 你看所有的爆款片都是这样的 都是会在工作日发力 如果是周末发力工作日不行 他最后最终的走势不会特别强 但是他工作日发力发起来 加上假期的孩子们冲进影院 这一下子这个票房不可阻挡 所以我现在看这个情况 30估计33亿 33亿收官这个样子 那陈思成这次又做出来一个大爆款 唐探咱们就不说了 唐探三口碑虽然不好 但是40多亿票房 这是他的生涯最高 然后误杀一误杀二 他都是监制 导演不是他 但是你看这回消失的 他的剪出来的这些后台的花絮 基本上都是他在知道 所以你可以想象 误杀一误杀二是个什么情况 他确实在推新导演 但是他对这个影片的主导 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刚才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 陈思成是唯一用才华打败了他的渣的 陈思成在某些方面确实很有才 咱得承认 虽然多数都是翻牌 但是他翻牌成内地版之后 确实很能把握观众的脉搏 然后人民网也忍不住了 出来开始说消失的他 说消失他票房已经过了10亿 他应该是昨天挖了吧 过了11亿 说票房走势非常之好 悬疑的氛围带着观众们走进影院 不可自拔 其实大家都是媒体 并不是说什么主流大媒体说了 这个事就不得了了 然后就自媒体说了 那就是蹭热度 大家都是蹭热度 都是奔着热点去 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部片子 《袍去春节党》 应该是今年票房最高的电影了 我现在看 确实很难有其他电影走出这样的走势 而且熟悉党其他的所谓大片 我现在看了都捋了看了看 都很难有他这么猛 所以熟悉党冠军估计就是他了 谁能超过这个数 又得等明年的春节了 好 谢谢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